大家平安 欢迎收看彼得前书 我是黄雅各 今天继续来看彼得前书第五章 要忠心的牧养 在当时候的教会的领袖 他们的在危机的时刻的举止 都能够鼓舞教会的会众 也可能让他们灰心 领袖一旦曝光了 将就成为一个追捕的 或是一个折磨的对象 最后的话就是处死 在处死形成的时候 领袖就第一个都死了 五章第一节 在旧约时代大部分领色列人 他们的城镇都是由一个长老 年纪较大的 而且有智慧的人所来治理 在新约时期也是一样 长老的话就是会堂里面 受尊敬的人 教会也用这样子的一个 代理的模式 用长老来代理 彼得他把自己当做成 他自己是一个做长老的人 第二节 这个牧人就是指的 比喻是一个亲切的祥导 而非严厉的统治者 不过在古代的近东 有很多的地方教会 用牧者指明是一个统治者 像古代的道德的一些教士们 常会遭受到不法的金钱的指控 因此凡是有何不宜的这些的金钱的收入 基督徒都一定要避免 所以说人家为你奉献 感谢赞美神 不好的 有问题的 不要余力都在接受 有的时候还要聪明智慧 要避免 当时候的基督徒的领袖 就像犹太的社区里面的负责人一样 要将所捐献的这些捐款分配给穷人 第三节 这边让我们看到了 在当时候的一些希腊的哲学家 还有犹太的律法学校的领袖 常常都会以自己的生活 来作为学生的一个榜样 不过有些也会加以严格的管教 占据在各地的犹太人的会堂 他们里面的长老的角色 跟这段经文有点类似 他们的责任就是带领晋拜 以及引导那些犹太社群的人 一般并没有正式的权利 他最多只能够排解内部的一些法律的纷扰 这是第三节 那我们看到的 第四节 到了墓长显现的时候 你们就必得永远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在古代的典籍当中 墓长似乎是指的督导一群墓人之人 所以他是在墓者之上的这些墓长 不过他们的本身通常并不富裕 这个冠冕 荣耀的冠冕 在当时候来讲的话 冠冕是给运动竞赛者的优胜者 比如还有一些的施主 还有这些英雄等这些人 给他们献上一些桂冠的花 那些桂冠的花的冠冕 是会朽坏的 凡是忠于基督的人 他会得到这些不朽坏的冠冕 这个比喻也是由犹太教经常使用的 第五节这边讲到的 在古代的社会里面 常会要求人敬重父母 敬重长者 在犹太教也是一样 他还教导要敬重通晓律法的人 所以不但敬重父母 敬重长者 还要敬重那些通晓律法的人 犹太的经典认为 这样子做就是表示敬重神 所以这种敬重包括 听从老人的智慧 并且让他们先发言 彼得要人顺服 这些智礼的长老 不过他也鼓励会众们 彼此的谦卑的相待 这倒是跟希腊跟罗马社会 你的这个观念相违背的 他是根据旧约的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这就是引用真言三章二十四节 彼得在彼得前书 这个五章第五到第九节 这一段和在雅各书的 第四章第六到第十节 这一段相当的类似 他的原处都是同样一个根源 但是两者应用却不相同 在雅各书里面 试念是贫穷和欺压 诱惑百姓去报复 但是在彼得前书 这个逼迫却是正是诱惑 信徒离弃信仰的 那第六节的时候 彼得就劝勉了 你们要自卑 扶在神大人的手下 到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所以彼得劝勉大家要谦卑 在旧约里 谦卑这个观念 通常是指着悔改 有的时候也会是因为 审判竟将到临 所以必要谦卑 有的时候则是发现 自己必须要完全的依赖神 所以这里的意思 包括甘心乐意的 接受这样子的苦难 直到所看见 神所预备的出路 上帝的子民 会因为不公平的受苦 而向神呼求 常会令上帝会动心 以至于为这些上帝的子民 行出一些奇妙的事情来 第七节这边讲的 你们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虽然完全的脱离 逼迫的应许的要求 要到未来才可以实现 但是彼得他鼓励 他信徒们要祷告 相信上帝 现今仍然是爱着他们的 犹太教已经学会了在以色列人患难中看出神 他的慈爱的地方 也就是神管教之爱 但是大多数的异教徒则是以献祭和誓言来向他们的神明交换好处 因此的话 彼得这样子 难以接受这样子的观念 八到第十一节 他在这里他讲到 在旧约里面 撒旦是指的是控告者 特别在西伯来文里面 像约伯记 这是撒旦的头衔 在神面前的检察官 好像彼得所说的一样 这个对头 在犹太的经典当中 撒旦在神的宝座前 咒译也不停地控告神的百姓 那魔鬼是直接的翻译 他就是毁谤者 他作为对头的指控的意思是相反的 犹太的教师承认 撒旦乃是像约伯记里面所记载的一样 约伯记的二章二节 在地上走来走去 现今的人虽然想要离弃真理 不过撒旦的权力是有限的 因为撒旦必须要向神去交账 在死骸骨卷里面 我们听到现今邪恶的时代 成为撒旦的辖区 狮子被视为最凶猛的 最强悍的野兽 根据诗篇22篇13节 他们成为神指名仇敌的一个象征 这些狮子 在尼路的时代 基督徒真的就被丢在狮子坑里面 在祭祭场喂狮子 基督徒的团体应当记住 他们属灵的兄弟姐妹们 从彼得得知 这个是从罗马教会开始 这些属灵的弟兄姐妹们 都会经历了同样的试炼 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为止 十二节后面就是问安 他这一样子的话 似乎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希拉是一个文士或是代笔的 大部分人在写信的最后面 都是交由文士去代笔的 希拉既是罗马的公民 所以他可能出生在富裕的犹太家庭 所以会受到良好的这些文学的 还有修持学的教育 所以在文笔方面 彼得可能让他有相当的自由发挥 彼得的书信 在许多的古代的演说和文件里面 这是一种礼貌性的结束语 十三节这边在当时候的犹太教派里面 将旧约里面所讲的巴比伦 预作那寝妇的预言 用来指责新的罗马帝国 巴比伦因此常常暗指为是罗马 这个我们前面在导论的时候 有稍微提过 第十四节亲嘴的话 是种亲密的朋友和亲戚之间 表达彼此问安 彼此关切 常用的一个方式 所以在这边要彼此亲嘴问安 愿平安归于你们 凡在基督里面 这是一段彼得的问安的方式 好 我们彼得前书 我们就看到这里 今天课程到这里结束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观看